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亲爱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去聚集 去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与我们同在 开我们的心眼 好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 并且实践在生活的当中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谢谢 谢谢 题目已经出来了 洗礼与我 洗礼就是洗礼呢 无论是其实对一些还没有洗礼的 还没有认识主的弟兄姐妹 也值得去重新的去认识 洗礼倒是怎么一回事 对于已经洗了礼的弟兄姐妹 更是一个很好时间的反省 看看在座的大部分都已经洗礼了 对吧 不知道就是你们还记得你洗礼的时候是怎样的吗 对吗 很感谢主今天呢 吴牧师刚才已经说过了 在今天广东话堂早上有五位的弟兄姐妹洗礼 那么接着四点钟 待会呢 也有三位的弟兄姐妹洗礼 是一件值得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 记得我自己的洗礼吗 最近数了一下 哎呀26年了 总结一下26年自己过得怎么样啊 洗礼以后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像我那样来一个总结 我就记得我是复活节 那一年复活节的时候洗礼的 然后呢 那天特别的激动 我看今天早上洗礼的弟兄姐妹也蛮激动的 所以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是刚刚洗嘛 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久了 但是不要紧 无论我们是新的 刚刚洗的还是洗了很久 我们都值得今天来让我们一同来反省 主耶稣的洗礼 通过主耶稣的洗礼 让我们反省 为什么耶稣要接受洗礼 为什么我要接受洗礼呢 洗礼了以后 今天我们的生命又是怎样呢 对吗 对我洗礼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第一点 洗礼主耶稣说是尽人的本分 刚才读经的时候都知道了 约翰对吧 施洗约翰为耶稣 为人施洗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人知道自己的罪 洗礼是为什么 约翰的洗礼是让人知道自己有罪 然后你要离开罪 所以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 你们有罪要悔改啊 所以帮助人洗礼 但是上过目道班的人都知道了 对吗 耶稣没有罪啊 所以他才能替我们来赎罪 那为什么耶稣要洗礼呢 这个是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有疑问啊 我们需要洗礼 耶稣为什么要洗礼呢 的确 从洁净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耶稣不需要洗礼 所以这是为什么十四节 那里约翰拦住他说 哎呀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 这表明 耶稣是无罪的 约翰不需要为他洗礼 但是十五节 主耶稣怎么说 他说 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 你当这样进诸般的义 那什么叫 进诸般的义呢 那就是主耶稣站在人的一个位置上 顺服神 对人的一个心意 尽人的一个本分 这也是因为刚才说了 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 为了成为一个人 然后为了 有一个无罪的一个身体 代替了我们众人的罪 然后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洗 所以 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 祂是 不是半神半人 祂是完全的神 但是 祂也是完全的人 这样 祂才能代替我们 这个人 对吧 既然祂也是人 那祂就要尽人的本分 也就是说 接受洗礼 是在神人关系当中 神人关系当中 人的一个本分 人的一个回应 相反的 要是人不相信神 或者是 他不认识神 那他就不需要接受洗礼 因为他不知道 他与神没有这种神人的关系 那当然他就不知道要尽人 尽人的本分 是要尽的 但是他不知道 不懂 所以就不会洗礼 所以当我们认识了神以后 相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与神就有了关系 那样我们自然就会接受洗礼 而不接受洗礼呢 也就是不想确认和委身 这一段神人的关系 记得我自己受洗的那天 对吧 站在台上 讲见证 我可能那时候有点小骄傲 很自豪的 多人说 哎呀 虽然我是今天才洗礼了 但我其实觉知了很久了 读经也有五年了 然后呢 就圣经也读过几遍 你说是不是 哎呦 好骄傲 现在呢 觉得怎么 现在当牧者了 不但觉得有点骄傲 还反思当年 说的话 自己 自己有点傻 你知道吗 大师是很真诚的 一点都不傻 我为什么觉得自己有点傻了 不是说这话有什么问题 而是觉得 喂 你都读经那么久了 又祷告那么多年 你还在等 还不洗你 你等什么了 对吗 所以就觉得这里 这一点有点傻 那么回想我自己 为什么不受洗呢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因为以前我是尽性会的会友 尽性会就是你整个人要泡在水里 没有这个点水里 就整个人要泡水里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以前教会 很多人的嘛 那教会 我站在里面 水里这么一上来 哎呀 多尴尬啊 对吧 顾及到这个形象问题 所以这个 是我很大的一个拦阻 所以第二点呢 不接受洗礼 就觉得 接受洗礼 好像就是正式成为基督徒 就要好像确定 那个身份 好像就是要一个 尾声哦 就像谈恋爱 不结婚的时候 你男女朋友的关系 也是有关系 但是与结了婚的关系 是不一样的 对吗 你可能会觉得 我随时不喜欢 我可以分手哦 或者是 我不高兴 可能我有一些好多事情 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因为还没结婚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总有一种 就是这一种的感觉 所以 时时会觉得 不想尾声 因为可能我不想 这个身份带来的一些责任 所以其实 无论是什么原因 其实说到底吧 就是说 我们说自己信了 却不想洗 我们就是不想确认这个身份 不想伪生于 这一段的关系 而是 希望活在 一直活在一种 暧昧的关系当中 也就是说 我是有关系 也可以说是没有关系 就是 我可能 有人问你 你是基督徒吗 我可能是 其实我有可能不是 你领生餐 我可能 应该去领 但是好像也 不应该去领 那是什么 其实你这个 想法 你这个心态已经 自己跟自己说你不是 对吗 你试的话 就是我试 你就不用这么 这么多的挣扎了嘛 所以 今天虽然是 广东话的弟兄姐妹 有洗礼 对吗 下午的也有洗礼 但是我很感恩 他们愿意做这个决定 上完了木道班以后 他想快快的把 这个身份 给决定下来 就是尽人的一个本分 奉父子圣灵的名 就是接受这个洗礼 并且加入教会 我就为他们感到 非常的高兴 不像我 又等五年 真是的 第二呢 就是洗礼的意义 是身份的一个宣告 在十六节 耶稣受了洗 垂机 从水里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 他就看见神的灵 仿佛鸽子降下 落在他身上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是神三个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 同时的显现 通过洗礼 圣灵降临在主的身上 而且圣父还宣告什么 这是我的爱子 宣告耶稣是圣子的身份 同样 我们在洗礼也是一个宣告 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 宣告自己 我就是基督徒 我是属神的人 要是我们还是有犹豫的话 表明我们还不是可能 是不是我们还不能确定 我们自己的身份 所以洗礼是一个很重要的 关系的确认 同时也是身份的确认 第三 洗礼是领受圣灵的一个恩膏 是一个途径 领受圣灵 所以洗礼有好多好处 当主耶稣接受洗礼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祂的身上 对基督徒来说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圣灵也会住在我们的里面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 愿意悔改 受洗的时候 不但我们的罪被赦免 我们同时领受圣灵 所以所有受洗的人 我们都应该有 圣灵的泪注在里面 除非我们不是真信 那不是真信 你就等于不信 对吗 所以当然是没有圣灵了 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 就是决心离开那些 不符合圣经教导的生活和习惯 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我们有新的目标 目标就是以圣心的交代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所以除非我们不是基督徒 不然的话我们有圣灵的泪注 这就是一个记号 你是不是基督徒的记号 对吗 你有圣灵 在里面你就是基督徒 这是一个确局 因为这个确局不是我说的 是神的应许 在约翰福音 14章16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 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 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住在我里面呢 上次我也讲了一次了 对吧 看不见摸不着 今天我们再说 圣灵给我们 在住在里面的时候 会给我们启示 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借着圣灵 明白神的话语 约翰福音26那里说 但把会书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圣灵给我们 有明白神话语的能力 所以每天早上 灵修大家都有看 可能都没有看 但是有看过我发这一段 灵修的反省对吗 灵修前第一件事 我要做的就是先祷告 灵修前就是我 其实是 衣服还没穿 什么洗把脸 我就坐在桌上 灵修第一件事 就是要祷告 然后就是领受神的话语 这样我们 我就会很快的 就是能够给我 能够写出那个反省 这是你见证 我们在 见证我早上的灵修 圣灵如何的引导我们 保罗在罗马书那里也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对吗 也包括神的儿女 所以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必有圣灵的引领在当中 这是 神赐给属神的人一个珍贵的礼物 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 另外圣灵的引导 可以是个人的 也可以是群体的 对吧 在使徒行卷里面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 很多人都说谎言 就是群体的圣灵的一个降临 的时候 人引寿圣灵的反应 那也可以是个人的 像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遇见了复活的主 对吗 向他显现 这些是独特的经验 你没有我也没有的经验 但是保罗有 但是不要紧 我们没有保罗的经验 我们有自己的经验 对吧 就是我也曾经听过弟兄姐妹当中 像我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 你们也有很多的生命的经历 对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经历 是这样子的 对吗 就比如说我读神学 有神的呼召 他有确实的告诉我 我有印证所以我去读 当日我被案例为牧师 的时候 对吗 我也要很慎重 不要随便做这个决定 一去不回头了 所以问问神学老师 问问教会牧者 问问我的属灵导师等等 结果是 大家给我的意见都不一样 所以都不知道听谁了 后来我听神的 神亲自的 给我启示 他给我一个梦 引导我 所以我最后就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今天 站在这里 做牧师 对吗 所以这就是 我的一些个人的经历 还有就是说 这是你 大家都能够见证 看得见的 就是Ben 当年 我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 他也在另外一个教会服事 那么 有好多教会找他 你来我们这边去牧养等等 还有后来他跟我说他选择了去提摩太堂 从建立中文教会 我就非常的反对 为什么非常的反对 就是从人理性的角度 第一没钱没人 什么叫没钱没人呢 你就带着几个六个中国人去建立中文堂 对吗 没人 然后呢 老外也不多 钱呢也没有 都不够发理工资 就是连个full time都没有 另外一个教会 弟兄姐妹很多 已经在这等你了 还有很多钱呢 等你可以开展事工啊 你说是不是 从这个理性里 你会挑都是往那边走的 但是后来神给我一个梦 他就改变了 就是我的心 我变得非常的支持 知道 去别的地方不是神的意思 圣体摩太是神的意思 所以呢 我不反对很支持 为什么 我做完了这个教会的工作 因为没钱嘛 圣体摩太堂 装修什么都是要自己干的 我们那时候在王童的带领下 一个IT的 不是做装修的 那个时候Same没来 一个IT的带领我们 传体就是几个 弟兄姐妹 去做间隔啊 装修的工作 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怨言 因为清楚知道是神的一个引领在当中 对吗 今天你看 就是说十年十年 足足十年 十年过去了 我们有三个地点 马可堂 有尸体法还有提摩太 对吧 弟兄姐妹也多了很多 就是说是你回头看 当时神对你的引领 是圣灵的工作 不然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当中 对吧 可能是去了几个教会都把教会关掉了 是吗 所以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工作是真实的 在我们心的人心里面 他会动工 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只能在我的经验中告诉你 神是确实的存在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给予我们与神沟通的一个渠道 也赐给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能力 所以我信神 我信神 单单是因为他的确的存在 不是有一些人觉得 我要决定信不信耶稣 首先我要看一下 这个神是不是好 这个神好还是不好 或者这个信仰是不是适合我呢 还有就是可能我是觉得 这好像这个有点欠缺或者怎样等等 不对的 就是你要不要信耶稣 只要一样东西 耶稣是否真实的存在 神是否真实的存在 要是 你想象那个神是很好 他不真实存在 那他不工作 你天天坐在这里 不是也是枉然吗 但是他要是真实的存在 你不相信他也是存在的 对吗 那你反而背弃了神 所以今天我们 来到这教会 来做崇拜或者每周来 我们是要为什么来呢 为什么来了 是真的我们相信神 我们要敬拜他吗 还是来这里听听牧师 讲得精不精彩 哎呀今天不精彩 哎呀今天好精彩 或者是听听道德伦理 对吧 牧师叫导人上善 听听伦理 或是哎呀今天不好了 就是听听牧师说什么心灵鸡汤 来帮助我们一下 所以 或者是有个信仰总是好的吗 比没有 虽然我没有什么问题 这些其实 要是你是因为这些原因相信的话 会不会你在浪费时间 你在浪费生命 对吗 因为 再精彩的信息 再精彩的故事 对吧 再好的理由 都是给你多一种娱乐的途径 所以 唯有 你真正的相信神 你来这里 是敬拜神 因为你相信他 你才会有改变 你还会领受神的祝福 生命有提升 不然你再做个下面二十年 还是跟今天一样 可能更糟糕 对吗 所以第四 就是 我们要领受 使命 洗礼的象征着我们领受 使命是服事的开始 主耶稣在洗礼了以后 然后他才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 所以今天我们 受洗了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们同时也是 领受了主耶稣升天前留给我们的大使命 就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所以受洗后 我们就像主一样 领受大使命传扬福音 因为主是在受洗后 开始了他的传道 对吗 我们 是基督徒 我们也要步 也要走 他的脚中 我们也要去传道 那有人可能说 我不会传福音 我不知道 我又 不懂 对吗 但是 这是一个大使命 然后 其实福音传福音很广啊 你把朋友带到教会来 也是传福音 对吗 你在教会里面服事各种 也是一种福音的育工 对吗 就是有的人就曾经就是 因为有的弟兄姐妹 就是 围不住道的 在被窟里面 默默耕耘 在厨房里面默默耕耘 看到他的生命不一样 他们就相信主了 这也是福音 福音不需要 一定要用言语 对吗 这都是福音 我们会的 你只要想 你就会 你不想做 永远都不会 所以盼望今天 耶稣的洗礼 主耶稣的洗礼 再次的让我们思考到 洗礼前 和洗礼后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路径是怎样的 让我们 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洗礼 也要知道 那是要尽 神子民的本分 诸般的义 也是要向人 酸告我们基督徒 的身份 也是要接受圣灵领受大使命 开始进入福尸的理念 其实 是不是要洗礼 洗礼 怎样 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就是信 你信 你是不是信 这个很重要 第2个就是顺服 你信了顺服 要是我们明白 基督洗礼带给我们的意义 那我们就要 接受耶稣拯救的时候 我们做了基督徒 顺服他 效法他的时候 同时我们也要 让他的 那种顺服 成为我们的榜样 所以奉父子圣灵 圣子的名 接受洗礼 并且领受使命 服侍他 那么感谢主 今天 洗礼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是 非常顺服 对吗 不像我 还要五年的挣扎 他们回应了神的呼召 进入信仰的当中 路加福音 那里说 我告诉你们 这是主耶稣说的 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死者 面前也是这样的 宽喜快乐 所以当我们收洗的时候 天上地上一起宽喜快乐 今天早上的洗礼 那些弟兄姐妹 将要洗礼了 下午 神与我们 一同宽喜快乐 盼望我们在这里 虽然不能 观礼 但是我们也是与他们 一同 宽喜快乐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并且领受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和各种的祝福 今天当我们再次思想到 与你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 让我们的信心 真的是更加的 去 思考到我们的信心是不是 坚定 我们所走的路 是不是合理的心意 要是我们以前做的是糊涂人 不知 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也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 盼望我们今天 就能够清楚明白 也能与你有修复关系的决心 也求你激励我们 不但投入 更是勇敢的在众人面前 确认自己的信仰 回应你的爱和恩典 特别也为今天 洗礼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 默默的祷告 求你坚定他们的信心 帮助他们在主的里面 在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 继续不断的成长 并且 被你装备 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帕子 靠近 偶尖 斗